好了 音樂節目當然是我想做的 我今年想做的事 我要先講講大家 第一就是要做這個音樂節目 希望這個音樂節目的接觸面更加大 在克服我們要很多播放 版權 收入 甚至要冒險 我希望可以逐樣逐樣的問題 即是說是沒有用的 你下去想 唯有做好出來 先看看怎樣 然後慢慢慢慢去調整一點點 我最希望當然是一個 除了所謂的音樂節目 大家讓人聽到好歌之外 亦都是希望能夠發掘到 別說歌手 是真是能唱得的香港人 OK 真是能唱得的香港人 所以甚至乎可能會有比賽 即是現在這裏 十三個人上來 是完全 Debbie他們上來 完全是足以可以做一個 可以做一個stage 是正式的音樂比賽 而且今年我們會出唱片的 即是出 可能會這樣 譬如說我和林康正換了一首歌 那些歌手 我們認為是好的 有表現的 沒有人灌回這首歌 我們會解決買版權的問題 錄音 出唱片 我希望 可以 我相信也應該可以的 拿到白金唱片 或者起碼金唱片 大家想像一下 要什麼一千張 一千張不知道是金、白金還是怎樣 一千張就行了 大家去想像 如果我們林康正去想像 你的位置後面 掛著這張金唱片 是不是很帥 他們說搞什麼下載 又什麼spotify OK 我什麼都開放 但是我是堅決 一定要出 CD 其實我從上講出黑膠 我要問一下老闆 老師回來問一下 接著我們才可以做唱片封面 還有 內頁 如果買這張碟送 啤梨歌 無接狠的海報 就是那些 喂 原來還要簽名 以前送了什麼化妝品 送了很多東西 有一期我把他吵架 買CD 那CD就這樣 送了一天 為什麼呢 因為變成CD 我不能配合我的CD架 是 吵架你了 專門搞到包裝古靈精怪 那些東西多想到 OK 那我們不用 喂 我只是要 我要告訴別人 我要告訴別人 他們就說市場不存在 那個市場從來就在 只不過你們不肯賺2萬元 你們不肯賺1萬元 你們仍然希望像之前那樣 幾十萬 幾百萬 幾千萬 香港會唱歌的人仍然有很多 只要有市場 就有精英出來的 你有沒有這麼大的紅心 我不是什麼紅心 我這輩子就是喜歡做些人不做的東西 不器我取 老實說做生意也如此 人做就我不做 但是很難想到人做我不做 我不是Steve Jobs Steve Jobs 後來都要面對Simson 要面對華為 你不是獨家 但是 如果別人做 我們又怎樣 我們有很多策略 譬如我們要多貨 服務 各樣各樣 價錢要便宜 香港市場是在的 而且我覺得 譬如我們出的唱片 一定是怎樣的 起碼我們裡面有10個歌手 每一個歌手都有親戚朋友 是不是要買一隻 我們有這麼多粉絲 我們說明 出夠20個歌手 每一首都合唱 我們說明 我們說明賣的唱片也是支持我們的台 還有 這樣也未穿 我還要去酒店 我還要去酒店做個Ballroom 發布會 現場簽名 再找人來舉牌 我們說明賣的 啤梨 證呀 拒牌 一出來 但他們要含錢 我們不用 我們真的有 做了這麼久的節目 雖然年紀大一點 這件事是不是好玩呢 這件事是今年事在必行的 所以 金唱片 萬五 白金三萬 對 他說三萬是有點難 但是萬五就應該可以 但首先我們要選擇 十三個一定是入圍的 我當然是 水王 我亦都會唱 主打歌 或者我們唱首十二分十分寸都可以 明天我們就再向目標決答前一步 明天晚上的啤梨晚報 我們一樣有六節的節目 但頭六節 每一節只會說 一段新聞 在頭五節 我希望頭五節 可以在 10-15分鐘內完成 也要看看這10-15分鐘的節目 的期待 我覺得我們是做得太長 如果15分鐘可以容易消化很多 然後我們就會有一個 馬拉松式 我想要玩兩三個小時 我們選了十首歌 我自己選了五首歌 明天大家就會知道什麼歌 但是我可以給你一點點提示 現在這首歌是沒有份的 我往一少年 亡時光轉眼小西 心裡有願望 在遠方 創他一創 有沒有聽過 將星光一燃 劃長空飛過閃耀 成敗我不必獻掛 騎著鐵薑盡馬 我聽過 為什麼我明天不包括這首歌呢 因為我們彈結他和彈琴我都不懂 OK 所以包不了這首歌 明天我們會唱 應該最少有十多首歌 希望大家明天 我們也會盡量去 白紙一點 明天我們是乾淨版的節目 在那一節節目大家可以放心 打開一個85吋 49吋 無論如何 的電視 電腦屏幕 如果你在街上 打開一個聲音 大聲一點 讓我們 聽眾聽見 今天我們 一直在彈琴 十三位唱歌的時候 樓上樓下的人下來裝 嘩 妖良三日 尾尾尾皆音 真的聽出耳由 不是開玩笑 OK 所以 所以我是一定 我希望 我希望十三位能夠特惠而出 因為十三位值得 有一個機會 是 當然 當然 有人說我跟他簽十年 我就不會跟他簽 因為我知道十三位值得 別人都不想網上 我都不懂得做那些事 希望他有更好的前程 其實現在做經驗歌手 都找不到 出路都不容易 在香港 有時候 市場我深信是在這裏 你只看無線做那些什麼 什麼懷角金曲 50年來的那些 市場從來在這裏 我們是怎樣去把握 只要賺多少錢 你仍然想著這樣 一出就這樣 一出就這樣 當然沒有這件事 是吧 我喜歡評審的 當然是我 喜歡評審的 我呢 就佔40% 另外 60% 我們會在Facebook 每一次 歌曲出完之後 我們會有個Page 有個 投票的 每個Account 就可以投一次 是 我們綜合了之後 就做十個禮拜 十個禮拜之後 十個禮拜的winner 就會去到 假坐暫時 我當是 未必是 可能我們再大型一點 去這個 石傑美的多彩皇宮 大酒樓 他有 五強 五強 以及PK賽 OK 到時我們真的會有 那些專業評審 OK 然後最後五強 那個特訓 當然我們會有人跟著你 打電影 最重要是贏了冠軍會有什麼獎品 林康靖 會出CD 個人唱片 冠軍 女生也可以陪我一晚 機會來 冠軍 首先 我們有一份經理人合約給你 而且是你可以選擇年簽的 是 我都不想入學校 或者不想找你做經理人 我都不想煩 你可以選擇不簽的 第二 五萬元現金獎 五萬元現金獎 都叫做很多 快樂樂樂樂樂 馬上錄音 馬上錄音 第三 最後就是 這個也重要的 就是出一隻CD 我想你說 是發行出街的 如果不是我們錄完 跟你拍張照 找人用一隻CD 用什麼 是跟你發行出街 但是我想應該是一個良好記憶 而且我相信 是一定有的 因為我現在發覺 香港有很多很有才能的人 既然沒有人做了 人們都說市場不在香港 在大陸 不如我們試試做一隻 廣東碟 是啊 又不用太多錢 是吧 希望 我覺得如果我們真的製作一隻 好的CD 或者黑膠碟 都應該賣到 賣到多少 最重要是他們給心機唱 我們找到Studio出來 又不用太多錢 我覺得大家應該會支持 即是我們又唱了嗎 我們就不唱了 理事歌手的戰晚 很快會再拉開了 我沒有記錯 應該只剩下兩個TK戰的對面 史賭老人 首先是車神 學生王子車神 對這個飛姐 那些歌我收到 OK 接著是史賭老人對這個 Wilson Wilson就拍了兩套MV 姓何西 Wilson就拍了兩套MV 都很有水準 其實在我內心 已經覺得 我知道哪15個 會進入Final 一到進入Final之後 可能這個星期五 我會去找一些酒家 跟參賽者 進入決賽的參賽者 再聯繫一下 看看大家的時間 我當然希望 萊斯能夠在英國回來 飛姐如果贏得到的話 可以在英國回來 或者姓何西 Wilson 跟大家頂上眼 OK 另外 昨天 誰呢 不是 飛姐就WhatsApp我 他說最好是12月至12月 因為機票最便宜 他正在看機票 我看看會不會 等到他那麼遲 看看 因為未必 就會有一個 還有萊斯 他們有很多個 都一定會搞的 好頭好尾 就是最後那個搞 吃飯 這樣也要 OK 好了 我們會做好 我們那些 即是在英國 李氏歌手之後 令我想起這個 我們這個 李氏歌手的參賽者 叫彈鑑 三門仔彈鑑妹 三門仔彈鑑妹 他現在三門仔彈鑑妹 搬到深蒲江 變成 深蒲江彈鑑妹 在街上吃井水 沒兩錯 但是他們的身份 是不會改變的 是 那李氏歌手 我們今天已經在想 究竟是六月 或七月 我要問那兩位 在海外的朋友 他們的事實說 我會搞這個決賽 OK 即是將它 作為一個 圓滿的終結 也就是 2020年之前 最大的妄罪 我刮一筆 不可能說話 OK 或者這個星期 我會做一個很特別的節目 《烤留不康靜》 看看我有沒有時間 我撈回那15個 李氏歌手的 影片出來 為什麼呢 剛剛好 我們決定今年 就是會做一個決賽的了 如無意外 就應該在 八、九月份 我希望李氏歌手 在海外的參賽者 聽到我的 Message 讓他確認 就已經找到地方了 非常不錯 OK 這樣吧 黑卡又有什麼優惠 白金卡又有什麼優惠 當然是公佈 當然是確認 我們看了賽式 是吧 有陰影有成的 全部都有陰影 我看看能不能邀請到一些 除了我們認為 唱歌好聽 實際上大家都認為 是很難得 很傑出的 又或者我們會不會 把我們李氏歌手的 比賽也放在那一晚 都可以 是嗎 對 總而言之 來到你 回不了你 就當你棄權 你夠你嗎 是 將此我們早就照顧這件事 於是 啤梨漫步2019大型網聚企 第一屆李氏歌手 決賽 那就可以了 門票還不知道 看酒席 當時都問4千元左右 3千元4千元 稍後他再說 難道有1680 是呀 正呀 因為無論如何 我都會收到這麼多 到時我們就再 大家可以開心一下 終於找到一個很好的場地 我們將會延開 五十席 再該再沒有 很大機會搞我們最後的 李氏歌手第一屆的 大結局 就是決賽 很大機會 現在只是為了一個時機 就是希望 這件事盡快 紫煉製暴 因為如果在這種氣氛下 因為如果在這種氣氛下 我相信大家沒甚麼心機 去弄個網聚 再說再沒有 OK 我還有一個時間的限制 我希望在2047年之前 我們可以紙亂製暴 即是如果在2047年之前都紙亂製暴 即是如果在2047年之前都紙亂製暴 那年可能更亂製暴 那沒辦法了 我們唯有這個約會 是永遠的約會 不知道甚麼時候 永遠等待 但是我們 永遠的等待 但我們一定是 不見 不散